继续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 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的是 前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受会丢关 是如何的在两会上引起了关注 我们就先来欢迎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 宇文 是 海涛我知道这是江西省委书记强卫 那么在两会当中特别批了他的前任苏荣 他说了一句 他说他是带坏了干部队伍 那么其实花了整整25分时间 25分钟时间据说都是在批评苏荣 所以我们简单介绍他到底是怎么 在会上呢 因为他谈这个苏荣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苏荣在强卫之前 他担任江西的这个省委书记 我们都知道一个省的省委书记 是这一个省的最大的官 他是一把手 那么强卫呢 因为苏荣这个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苏荣和他们几个令计划 是中央开门并列为四个国家机的这个虎 那么强卫呢 有好几个记者在最后的时候 就追问他这个问题 那么他就说了很长时间来谈那个苏荣 他基本上一个调子 他就是苏荣在这个 在他在江西当政十年期间 干了很多坏事 他的意思是说 他在以前干的 不是在我这个任上干的 但是就是他把整个的这个社会风气 党的风气 还有他们这个干部队伍的风气 都给带坏了 给这个党和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这是强卫主要的发言的这个赵燕 是 那么这样一位新任的省委书记 然后来这样重力的可以说炮轰前任 炮车前任 对 那就让人不禁想到 到底江西的情况是如何 是不是有很多人 把他与这个所谓的山西帮 与山西来做个连结 他与山西的这种所谓的 贪方式的腐败 有没有类似的地方 按照前卫的介绍 他们江西还不像山西那种 他方式的腐败 这么严重 他方式的在这个两会上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 曾经把山西严厉的批评了 而且这个山西的省委书记 王汝林呢 在两会期间 他也说是山西的腐败 是特别厉害 他说特别严重 是一坨一坨的 非常难整理 那么强卫呢 还没有说他们江西 是一坨一坨的 非常难整理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 强卫强力批评 素容的同时 海外有很多报道 对强卫本身 也提出了强力的批评 那么海外对于这个 强卫的批评又是什么呢 着重在哪些方面呢 海外批评认为 强卫呢 他和其他三个省委书记 比方说山西刚下来省委书记 袁春青 还有江苏的省委书记 罗志军 还有现在云南的省委书记 叫秦光荣 他们四个都是团派出来的 他们四个呢 都或多或少的 和周永康和令计划 他们卷到了一起 还有的报道说 令计划和周永康 他们曾经商量过 如果新的一批干部上来以后 在中国掌权之后呢 要让这个 强卫来当中国政法委书记 实际上是等于接替了 周永康和现在孟建柱那个角色 所以如果他真正当上这个书记 这个位置呢 那么他就是大大的提升了 他在中国政坛当中的位置和影响 是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 这个中国政坛的一位人物了 非常感谢海涛 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 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 都将为您刊载在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我们欢迎您登陆查询 或者您可以留下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